你正在考慮上線上一對一的音樂課 正在為如何找到適合的收音器材的煩惱嗎? 這個影片是你可以參考的內容喔 嗨,大家好,我是人間貓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再加上沒有地區的限制 很多人開始考慮要上線上課程 像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歡上線上課程的原因 是因為我可以同一個時間跟不同的老師上課 接受到更多不同面向的資訊 如果你要上的是一般的線上課程 收音這件事倒是還好 用一般的內建麥克風或是耳機上面的麥克風 其實就已經可以解決收音的問題 可是如果你要上的是一對一的音樂課 由於樂器它的音量還有動態範圍比較廣的關係 所以用一般的內建麥克風或是耳機本身的麥克風 其實是容易失真而且容易破音的 所以不管是老師端或學生端呢 其實都要有一些相對應的器材去支援 這樣上課起來才比較有效率 老師聽到的內容也比較完整 但因為可以選擇器材其實非常琳瑯滿目 所以很多學生會因此卻步而選擇了面對面的上課 但其實現在Podcast還有很多影音平台很熱門的關係 開始很多麥克風的廠商還有品牌 開始推出相對應的產品 所以其實你現在有非常多的選擇 也沒有你想像中的這麼困難 所以我今天就會就你是使用怎麼樣的器材 去推薦你相對應的麥克風 今天會分成三個部分來推薦麥克風 有些人會選擇使用手機 這是第一部分我會講的 有些人會選擇用電腦 這是我第二部分會講的 第三部分是有些人會覺得 手機跟電腦要分開使用不同麥克風非常麻煩 所以如果你是打算手機跟電腦都使用同一個麥克風 你就可以看我第三個部分的推薦 正式進入推薦麥克風之前 所以我想要先說明一下 接下來我會推薦的麥克風 都是以能夠監聽的麥克風為主 所謂能夠監聽的麥克風的意思就是 你是否能夠即時的從耳機裡面聽到 你對著麥克風說出來的聲音 那為什麼監聽的這個功能 對這個線上音樂客人來說非常重要呢 是因為這個就像是你帶著耳機在講話 你會下意識的比較大力 所以如果你帶著耳機上視訊的課程 你又要演奏樂器呢 其實你沒有辦法精準的去控制你的嘴巴 你也不知道這個力量還有音量要怎麼去控制 所以我會建議呢 如果你是要上線上一對一的課程呢 最好找的是有監聽功能的麥克風 好首先我要來介紹呢 手機可以使用的收音麥克風 好你要購買呢這個手機的麥克風 首先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是用IOS系統呢 還是你是用Android系統 那IOS系統呢 現在呢大部分都是Lightning的接頭 早期呢也有3.5的接口 像我就是 對像這個3.5的接口 那如果你是Android的話呢 像有些人就跟我一樣是有3.5 以及Micro USB 那現在有些人是3.5跟Type-C 這件事你要先搞清楚 那後來聽說Android系統也有人沒有3.5的接頭 是嗎 好所以這件事你要先搞清楚 雖然現在大部分給手機用的麥克風呢 它們都是有出對應的型號 那每一家會稍微不太一樣 有些呢它可能會出到3個型號 那像我今天要推薦呢 這是RODE的麥克風 這個麥克風呢它的型號呢 是Videomic Mi 那它出給IOS系統呢 後面會有多一個L L代表就是Lightning 所以你在購買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這款麥克風它本身有附這個 防噴的這個麥克風罩 那我一般在室內我都不會用到這個 好 其實像這樣的手機的品牌麥克風 我只推薦他們家 為什麼呢 是因為RODE它這個呢 你看它可以拔開 雖然其他廠牌呢 好像做得好像跟這個一樣 但是實際上其他廠牌是直接連在上面 所以如果你的手機呢 這個手機殼呢 是這樣子跟我一樣這樣子很厚的話 那其他的那種麥克風 你就必須要把這個手機的這個罩子拿掉 你才可以把麥克風接上去 所以我非常不推薦其他的廠牌 那為什麼我非常推薦RODE這麥克風呢 可以看到它這個設計真的非常好 它可以這樣子 本來它這個麥克風會左右搖晃 但是如果你把它接上去之後 像我這個雖然手機殼很厚 但因為它這個是屬於就是你可以拆下來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微調 我其實也常常帶著它出外面去錄音 拍一些短片其實非常適合 像我IG很多的這個手機拍的影片 最近拍的全部都是用它收音的 那它的優點是呢 它即使在收到很大音量的或是像鼓主 有人在打鼓那些鼓主的這些收音呢 它只要超過了一定音量的範圍呢 它其實就會幫你做一些就是避免聲音爆掉的 我不知道它們是怎麼處理的 但這支麥克風有這樣子的效果 那它本身的這樣子的這個長弦的設計呢 讓聲音非常的集中 就是我覺得它說出來的聲音很乾淨 然後雖然它上面沒有什麼太多東西可以調整 但是它收出來的聲音呢 它可以幫你控制在某個範圍 然後聲音又不會失針 它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呢 你看到它後面有一個這個3.5的接口 好這一點呢我可能要特別講一下喔 我找了很多市面上的這樣子同樣的產品呢 在Android系統上面呢 如果你需要有監聽功能呢 這一支麥克風 不管是這一支或是其他其他廠牌的 出給Android系統的 它們都沒有可以即時監聽的功能 這個3.5的孔是讓你回放的時候 你不用把這個麥克風拔掉 去聽你這個影片的這個功能而已 所以在購買的時候如果你是Android系統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這一款出給iPhone本身呢 它是標榜的有監聽功能 所以如果你使用的是這個iOS系列呢 你就可以考慮這個品牌的麥克風 那在Android系統上面其實還是有解 就是說你戴耳機的時候呢 可能不要兩邊的耳機都戴 你可能只要戴一邊的耳機 聽得到就是老師說話的內容就好了 那另外一邊你就可以去聽呢 你演奏出來樂器的聲音 或者是你選擇戴的這個耳機呢 隔音的效果不要太好 基本上就可以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如果你為了方便你不想要太複雜的話 這是你可以考慮的方式 那如果你非常在意呢 你這個麥克風呢 沒有監聽功能的話 請直接參考我第三個部分 就是手機跟電腦 共用一個麥克風的解法 好那現在呢 直接呢讓大家參考一下呢 我用這支麥克風呢 收音出來的效果 我來不放 Florida 這麼多等一下 Mark的ör件 浩日啊 不等・假限 和我見啊 真高 effects 好那在固定呢 如果你架了这样子的麦克风呢 那要怎么固定在桌子 比如说你要上课的地方是像我这样子有一个长桌呢 你要怎么去架设你的这个手机呢 好 其实像比如说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手机座 你用这个手机座呢 就是你可以考虑架设的方式 可是像比如说这个手机做这样子好像太矮了 对 我都会我都会譬如说你可以用几本书呢去把它架高 我会用书去把它架高 那因为如果你要上的是像这样子的课程 它其实你要放横的会比较好 你放横的比较好 因为这样子老师会看到你就是按键的 这个手指的状态 好 但呢 如果呢 你是使 你是演奏的呢 是直立式的乐器呢 我就会建议 建议你用这样子的手机架呢 去做固定 你也可以买矮一点的 因为我这个手机架呢 本身是让我架在地上的 它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所以你也可以买这种桌上型 类似像这样子的高度呢 可以这样子上三个角的 去固定手机的方式呢 去做视讯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如果你是要用电脑视讯收音啊 你可以怎么做了 那其实用电脑视讯收音呢 是相对简单非常多的 你只要选择呢 它有支援USB功能的麦克风就好了 就是呢它上面会有一个 这一端呢是接到你的麦克风 那另外一端呢是接进你的电脑 像这样子 然后你只要在电脑上面去指定呢 这个音源的收音来源呢就好了 那大部分呢 这样子的麦克风呢 其实也都不需要去装驱动程式 你直接插入 然后只要在电脑上面选定 音源的来源你就可以使用了 那呢因为能够选择的产品 非常非常的多样 所以呢这个 它你要准备的预算范围 从1500到1500 或是以上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就看你的需求到哪里 那如果呢你的需求呢 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视讯上课啦 或者是你想要录一些Podcast 或者是 可能跟人家的访谈等等的录音啊 那那你就可以 考虑的有一支非常划算的麦克风呢 它价格在2000以内呢 这支麦克风甚至是很多直播主 喜欢用的麦克风 这支麦克风的型号是 J-Lab Talk Go 在这麽划算的麦克风呢 它还有指定两种收音的范围 一个是星型的 就是一般大部分的麦克风呢 的星型范围收音 还有整个包围式的 就是全指向性的收音 所以蛮很适合呢 譬如说有一个麦克风放在这里 然后你然后跟对方 这样子的谈话内容 或者是说 乐团的录音 都是可以用这一支麦克风 就能够达到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支非常划算的麦克风 好那如果呢 你本身呢 比较喜欢有比较大的厂牌 那我就会推荐呢 铁三角的ATR2500X 那这支麦克风呢 它价格差不多落在4000左右 然后我看到非常多 很专业的音乐家呢 他们也都是用这支麦克风去录音的 那这支麦克风呢 跟上一支麦克风呢 的取向的差别呢 就是这支麦克风呢 虽然它也可以拿来让你录Podcast 或是一些其他影片的内容 但它还是比较音乐专门的 那如果你本身呢 是一个 同时也是一个音乐创作者的话呢 这支麦克风就是你可以考虑的 那下一支麦克风呢 我也觉得非常的划算了 如果你本身是常常需要访谈别人啊 然后或者是想要有一支麦克风 可以带的走 所以是收音的啊 那我就非常推荐啦 这一个呢 是Zoom的H1N 那它这个Zoom这个牌子呢 的麦克风也是我非常常用的 像我在YouTube上啊 我很多演奏的影片啊 我也都是用这个牌子麦克风 那H1N呢 这支麦克风呢 它非常的轻巧 就像图片里面看到的 它只是拿在手上 然后你随时拿着走就可以了 然后它也可以 它也有USB的功能 可以让你连接到电脑上 它的价格呢 比上面两支麦克风稍微贵了一点点 它大概落在四天左右 但是非常适合有很多用途 然后机动性很高的需求的人 好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啊 可能会接多支麦克风啊 你甚至希望你的麦克风 同时间有录音界面的功能的话呢 那我就会非常推荐这一支啦 像这个呢就是Zoom的H6 那我大部分呢 都是用它前面的这个麦克风 去录我长叠声音 或是用这个头 它本身有附两个头 你看到其实我另外接了一支麦克风出去 它本身呢 这里可以另外接四支麦克风 像我之前在录一些像三重奏之类的啊 那种有鼓祖跟钢琴啊 还有场地 那就是钢琴呢 钢琴两支 我们那时候非常用它用的非常淋漓尽致 就是钢琴高音跟低音各收各放一支 那鼓祖呢也用两支去收 其实鼓祖呢如果讲究一点要非常多支啦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自己录音 那唱第一声音就是用前面 对 所以我们三重奏就用这个Zoom的H6 去达成了这件事情 好 那如果你像我这样有这样子的 比较高的需求的人呢 你就可以考虑呢Zoom的H6 那我自己本身呢在上视讯课呢 我都是用它在上视讯课 那它的价格就会稍微比较高 大概落在一万五左右 那很多的一些专业的这个 拍摄影片的工作者呢 他们也都是用这支收音的 非常的推荐你 如果你本身有比较高的需求的人 当你把麦克风的USB呢 连到你的电脑里 那要确保呢 你这个电脑是不是有收到 你这个麦克风的讯号呢 你可以从这个系统偏好设定里头 点进去 然后再点进声音的这个选项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声音的选项里面有输出跟输入 输入呢就是所谓的 这个你的麦克风是想要用哪一支去输入呢 那我现在在使用的是Zoom H6 那就是选择这个H6的选项 那输出呢就是所谓的监听 就是你想要从哪一个装置上听到 你及时使用这个麦克风的声音呢 那就是在输出里头 那一样因为H6本身就是一个录音界面 所以你只要在这里选择H6 就等于你完成了这个声音的设定 好那在电脑Windows上面呢 要怎么去设定呢 你麦克风连接的选项呢 好你从这个设定里头点进去 好然后选音效的部分 你就会看到呢 它一样是有输出跟输入的这个两个部分 好输出呢一样就是所谓的监听 就是你想要从哪一个装置 听到你对着麦克风讲话的声音 好那输入呢就是你要指定哪一支麦克风作为你的输入呢 好那我现在呢是把Zoom H6连接到我的电脑 好所以呢我现在打算输出跟输入都选定Zoom H6 好所以呢我就确定一下呢我这个两个选项是不是都有连接到H6 好有的话呢就表示呢这个电脑已经成功读取到你的麦克风 而且你的设定已经完成了 好那怎么固定这一些麦克风呢 像呢刚刚介绍的这个铁三角呢 跟第一支的J-Lab呢 它其实都有附 呃...都有附脚架 就是那种桌上型的脚架 所以基本上架设这个麦克风就倒是还好 但如果是Zoom的话呢 可能就要花一点心思了 好那像一般呢 我在譬如说在帮人家上线上课程的时候啊 我有时候就会像这样子直接放在桌上 所以如果你没有太讲究的话 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然后或者是你去购录麦克风脚架 像这个 但是呢Zoom呢 它因为它的后面这个孔 比较特别一点点 所以呢我买了一个转接环 那这个转接环呢 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孔 跟你的这个麦克风本身的这个 做有没有相合 然后 现在它就是这样子固定住 好所以它就可以这样固定住 然后再放置到 固定到脚架上面 这是比较讲究的方式 如果你刚好也有在录音的话 你可以考虑用这样子的方式呢 去固定你的麦克风 好那可是如果你只是一般的使用 其实你放置在桌上啊 其实就已经是可以了 好啦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部分啦 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呢手机跟电脑呢都可以共用麦克风的话怎么解 比较好呢 这个问题呢我也想了非常久 然后后来呢 终于找到解决方式了 好其实呢你只需要这样子的东西 这个转接头呢 看起来好像跟一般的转接头很像 但它其实是有一个特定的名称 它叫做OTG 那这个OTG呢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OTG的功能呢 就是当你呢 我们现在呢非常多的资料呢 都是在电脑里头 或是存在上什么USB啊等等的 那如果你需要在手机上去开启呢 你就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可能传到云端啊 传到email啊等等的 然后再用手机去开启 但是OTG呢就是可以让你呢 直接呢把你的随身碟呢插进这里 然后再直接插进你的手机里头 就可以解决这件事 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手机里面开启你的档案 所以包含呢 有人可能用 甚至我看过有人呢 用OTG呢去转接它的电脑的这个键盘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像刚刚在说用电脑使用麦克风的部分呢 是不是有提到这个USB功能 好 所以这时候呢 你 像譬如说我就用我的这个Zoom呢 H6去做示范 好首先呢我把我的Zoom呢 先把我线接起来 好所以它就剩下本来这个呢 它是要接到电脑里的 好现在呢 我只要接到我的手机里 用这个OTG的转接环就可以达到这个功能 好 我示范给大家看 好可是呢 你在购买这些OTG你就要注意一下 像呢我这个手机的这个孔啊 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 你可以买那种有一条线牵出来 像我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直接插进去了 我就必须把我的这个手机壳拔掉 所以你在购买的时候 你可以买那种有一条线接出来的那种 你就不用买像这样子 像我这种我就是自作聪明 好那OTG这个转接头呢 其实满便宜的 那时候买一百多吧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实测给大家看 好那 在我边用的时候边讲 就是你们在购买这个OTG的头一样 你要搞清楚你用的手机呢 是iOS呢还是Android 然后接头是什么 它这个有分 有是是有分别的哦 我记得是Micro USB 如果你是 你是Lightning啊 如果是你是Type-C 这个接头就不一样了 请不要买错 好 所以我现在来测试看看 好接到我的手机里 好那因为这个麦克风呢 本身它都有这个监听的功能 所以直接你就把耳机呢 接到这个麦克风上面 你就可以及时在试试里面 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好那现在你可以听得到呢 其实我把它接到我的手机呢 其实已经是成功的状态 我只要用OTG的这个转接头呢 它就直接可以在我的手机里面去收音了 好所以如果呢你是想要电脑跟手机 就共用一个麦克风呢 这是OTG这个接头 真的就是会是你的旧型 好今天这些麦克风的影片呢 就介绍到这里啦 如果呢 因为呢现在这个产品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样性啊 所以如果呢 呃你们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也欢迎跟我交流 好那工商一下呢 我现在有全面呢在上线上课程呢 所以欢迎呢 大家呢来跟我询问 或者是你还没有非常确定的 你想要找我上线上课程呢 我有推出线上课程40分钟的体验 也欢迎你来跟我预约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为我的影片按赞 以及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 好啦今天就先这样啦 大家下次见啦 拜拜